懷胎十月以及分娩時的辛苦 只有當過媽媽的人才知道 而在爐竹就有一個莊園餐廳 可以透過相關設備 讓人體驗婦女懷胎的辛苦 與分娩的陣痛 預產期在6月底的市議員張索芳 就邀請副市長蘇俊斌 與幾位男議員及市府官員 一起來感受懷胎生產時的陣痛 現在吹一聲 少來 你是假的 你自己看嗎 看了多少 兩位男議員在沙發上身體有點扭曲 表情也有點痛苦 因為他們正在體驗女性分娩的陣痛 我沒有躲在這裡 她在體驗分娩啊 她說她在我們家的學戴啦 她是不是貼錯地方啊 心痛的程度喔 心痛還好吧 大家貼錯地方 我覺得麻的地方不太對 她已經坐不直了 真的喔 還好 有點注意一下 這種體驗方式是透過分娩體驗儀 以通電的電極貼片貼在下腹部與背部 藉由刺激肌肉收縮來模擬分娩陣痛 強度可以從低到高 完整模擬產婦從陣痛到生產的痛處 現場也一起體驗的副市長蘇俊斌 也是痛得十分有感 不只餓死了吧 下一多少 餓死啥 可以了啦 很痛了啦 不啊 好累 我覺得明明就還沒到吹 很痛 還沒到精神 這包子怎麼都掐住了 整個人是月經來的時候痛而已 可以了可以了 超痛不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真的 四十八 三到六十啦 四十八就不行了 很超痛的啦 那謝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今天大概應該是很難忘的 今天回去應該會對老婆更加尊敬 那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請問一下是怎麼樣的痛 呃 說真的喔 是男生一輩子沒有經歷過的痛 因為月經我們這些都沒有經歷過 那分眠更不用說了 所以大概 我想像大概就是 很多顆腎臟在裡面的腎結石 然後看不到鏡頭的痛 那很難得的體驗啦 大概試過一次就好了 現場除了有分眠體驗儀 還有模擬孕婦的負重設備 讓人感受孕婦從懷胎到生產的辛苦 當時準備要當二寶媽的市議員張碩芳 希望藉此 喚起大眾對孕產婦權益的重視 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男性的同胞們也可以在媽媽懷孕的時候 或是太太懷孕的時候 也可以了解他現在所經歷的一些痛苦 比如說我現在肚子很大啊 然後我在這個這麼重的一個狀況之下 然後我在做家事啊 甚至就是說我在出去工作的同時 其實都是沉重了兩個人的一個重量 所以要讓另外一半也可以更理解 然後也可以更感同身受 去了解太太的這些辛苦 特地找副市長與男性同僚來體驗分娩的滋味 也展現張碩芳對孕產婦的關心 她表示桃園目前有許多的孕產婦相關福利 但在相關的諮商課程與心理諮商上 仍是代加強的一環 像討孕專車啊 像類似其它是產後心理諮商這一款 那說方身為一個孕媽咪呢 我希望說可以未來可以更多 是給我們的產婦的一些福利政策 比如說我們桃園市 也可以有更多的孕媽咪的 這些體適能的一個活動 讓在懷孕的過程之中 其實是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更了解說 如何要進入一個產程的一個心靈跟身體 如何在兩全其美的方式下進行 所以我們在桃園還是缺乏了一些 孕產婦的一些課程 然後去教育或者是去吸收的 孕產婦心理諮商補助 算是桃園在富幼福利上的亮點 但卻有使用率偏低的問題 對此張碩芳認為 多數的孕產婦害怕去諮詢而被標籤化 相關單位應該要加強宣導 也鼓勵專業人員走進社區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不只是跟地方的里長 地方的關懷據點 甚至說跟我們的這些民意代表的辦公室 其實是要多方的連結去做一個宣導 甚至讓這些不管是我們的心理諮商師 心理臨床師都可以走出他們的辦公室 跟我們有所連結 讓我們的一般大眾更能夠去享有這樣的福利 然後更不會擔心受怕是否會貼標籤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很多的孕產婦 他們大於忙於在工作之中 或者是說在孕育孩子這個階段 所以他們很少人會問他們說 你們現在的心靈狀況如何 那我可以推薦你去哪一間哪一間的心靈諮商所 是專門為孕產婦設計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覺得 他可能沒有這相關的資訊在隨手可得的地方 所以導致於說為什麼在申請補助這一塊 並沒有我們當初如期或者是預期的這樣子的踴躍 桃園市首創的婦幼局在去年底正式運作 比起規劃婦幼相關的福利措施 張碩芳更期許婦幼局能強化婦幼平權 以及多照顧新住民等婦女族群 我覺得婦幼局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婦女的權益 女性平權這個議題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說 她自己現在目前面臨的這些困境 然後她有什麼樣的權益 我們可以為她做什麼 她的聲音代表什麼意識 我們可以為她聲張 所以我覺得婦幼平權在婦女的權益這塊 是我非常期待婦幼局未來可以發展更多 然後提供我們婦女同胞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意識 我覺得這在未來在桃園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從婦幼局的成立到制定相關政策 桃園市近年來持續強化婦幼福利措施 現在官員與民代都親身體驗當孕婦的感受 相信未來的政策施行 也可以讓民眾同樣有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